英众姐妹们平安 大家说一声平安 下面我会因为 我会把video的关掉 然后跟大家share 今天是一个 很特别的 1945年的 5月8号跟 5月9号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有谁知道 75周年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75周年的 纪念的日子 75周年 他们说因为疫情的缘故 很多的人 无法在 这个毕业 有毕业典礼 而是都是举行了网上的毕业典礼 在昨天 有毕业典礼 而是都是举行了网上的毕业典礼 在昨天 工人神学院 有网上的毕业典礼 然后我想还有很多的 高中生 也都是这次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特别的毕业典礼 不能够 physical聚集在一起 然而 也有一个事情不能发生 就是没有 不能够纪念 20世纪大战 胜利的 这个75周年 所以当我想到 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 战争 这可能是 离人 离我们已经 很遥远的战争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 故事 就发生在 历史上唯一一次的圣战 就是神在旧约中间 借着约书亚 攻占迦南 所发生的事情 那 今天我的题目叫 纪念于 叫 哪河的故事 然而我本来又想了 另外一个题目 我觉得跟我们这个战争 是很有关系的 大家都知道 最近 前一阵子 《星球大战》的 新的三部曲 已经结束了 在新的三部曲的 结束的电影的名字 叫做 The Rise of Skywalker 也就是 天行者的崛起 电影的结局 是很有意思的 在最后的三部曲中间 有一位英雄的 主人公叫Ray 那么这位女主角 后来发现她 居然是 可以成为 绝地勇士 然后她就从 她的老师 这个Luke Skywalker 学到了 成为绝地勇士的 各种的技巧 技能和条件 而故事的结局 是这样子的 就是 最后 在这个故事中间发现 Ray她原来不是 一般人的后代 这个女孩子 她实际上是 曾经被Luke击杀的 那个 邪恶的君王 叫Palpatine 的后代 所以她的血液中 流烫着 这个以前的 宇宙的 这个邪恶君主的 血液 可是呢 当这个故事 结束的时候 当她来到一个 新的地方 从新开始的时候 人们问Ray说 你的名字叫什么 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说 你的 你姓什么 结果Ray的回答就是 我Skywalker 天行者 所以这个故事 就到此结束 也就是说 在最后Ray选择了 弃绝 他血液中的 那个 从 黑暗君王 Dark 那个 Emperor 来的那个 黑暗 对黑暗拒绝 而选择 继续的走 Skywalker 天行者 的一生 所以当我想 我觉得今天 我给弟兄姐妹 带来了这个故事 我可以称它为 天路客的兴起 因为在今天的 这个故事中间 是 约束亚将要攻占 迦南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 很特别的事情 是在他还没有 打仗之前 圣经特别 插入了第二章 在约束亚记 第一章跟第三章中间 他插入了第二章 那就是 是一个非常 奇妙的故事 所以我先 一起来跟大家 我们先来读一下 我来读一下 约束亚记 第三章第一节 当下 嫩的儿子约束亚 从石亭 暗暗打发 两个人做探子 吩咐他们说 你去 窥探 那地 耶里哥 这就是第二章的开始 好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先 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这一段 历史的圣战的记载 求主你 让我们 借着你的话语 来看见到说 我们怎样 来认识到 你是历史的主宰 我们也怎样 来像基里拉合那样 来投靠你 求你借着孩子的口 让我们众人 在今天的经文 和你的圣灵的引导下 知道 你是那位救恩的主 谢谢主 求主你 荣耀自己的名 也用你的恩典 来继续的 引导我们走异路 祷告不配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那在第二章一开始 约束亚 就派遣了两个人 做探子 去窥探 他们要攻占的 迦南美帝的 第一个 坚固的堡垒 耶利哥城 要知道 在这时候 约束亚 实际上是 以色列人 中间 绝无仅有的 两位超过六十岁的人 所有超过六十岁的人 除了他跟迦勒以外 都倒闭在旷野 所以在 约束亚记的 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实际上是有一个葬礼 那就是神人摩西的离世 神人摩西离世之后 所有在约束亚面前 站在他面前的 以色列人 都小于六十岁 也就是 当他们的祖先 从埃及出来 他们本来 在将近四十天 就可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约束亚的老师 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 去探迦美帝 在《民述记》中 十七章记载了这个故事 就是四十年前的时候 摩西曾经派遣十二个探子 每一个支派 派一个领袖 来去窥探 在十二个支派窥探那个 牛来与蜜之地回来之后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十二个探子中间 有十个探子 说他们所要攻占的迦南美帝 是被巨人 被强大的民族所占领的 他们爆的是噩耗 就是说他们如果去打 一定是打不下来 一定会死在攻打迦南地的战役中间 而只有两个人 就是约束亚跟迦勒 说我们可以打 我们一定可以打胜 而可惜的是 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都没有去听他们 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听他们的结果 就是他们想要 甚至想要把约束亚跟迦勒 按下去 而且要换他们的领袖 感谢神 他的荣光及时显现 让以色列人 知道他们的这一个选择 这个举动 这个带来的是一个审判 所以当约束亚这一次 才派两个探子去打发 去窥探耶利哥的时候 跟前面不太一样的 他没有派十二个探子 但是派了两个探子 那我想说他可能是效法他的老师 他要清楚他要攻占的场 攻占的耶利哥城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神在前面第一章 当他的老师摩西离世的时候 就跟他说你当刚强壮胆 没有给他太多时间忧伤 就让他开始占领应许之地 那在这个故事中间 我们会发现在旧约的这个叙事中间 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就是整整的第二章是一个插段 也就是说在第一章结束 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跟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第二章好像 如果你不讲第二章的故事 这个历史也曾经也是很顺的 而第二章之所以插在中间 那么它的架构中间就给我们表明了 神要告诉我们的故事 所以我已经在以前的信息中间 就是说旧约的许多的叙事 都是以这种叫做多重三明治的架构 这个多重三明治架构 就好像说前面跟后面 上面跟最后一段是一个加层 它像这个burger或者三明治的上下两片面包 那接下来这个绿色呢 就好像是什么 就好像是我们家的生菜 或者是pickle 然后呢 而中间的那块肉 就是被三明治围绕的 围绕的那个核心的呢 就是那块 就是这段叙事 所主要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 我们会同样看见一样的 第二章 它夹杂在中间的是约书亚打发探子 探子回复约书亚 这好像是那两块lattice 生菜 而核心的呢 却是拉荷的信仰宣告 好 我们一起来看 继续看这个故事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接下来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 二到九节 二到七节 于是二人去了 来到一个妓女 名叫拉荷的家里 就在那里躺卧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 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子地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荷说 原来那来到你这里 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 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女人将二人隐藏 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 他们是哪里来的 我却不知道 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 他们出去了 往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 你们快快地去追赶 就必追上 于是二人领 于是女人领 先是女人领 二人上了房顶 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吉中 那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 追赶他们去了 追赶他们的人 一出去 城门就关闭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突然就看到说 故事很简单 就是这个人 这两个探子 一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 神不知鬼不觉 马上耶利哥王就知道他们来了 不但知道他们来了 还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就是住在基里拉河的家里 而耶利哥王就向基里拉河 想到说 把他们赶快交出来 因为这是我们的敌人 可是这里发生了一个 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拉河呢 他反而去欺骗 误导耶利哥王 跟他们说 他来的是对的 但是呢 他们去到哪里 我就不知道 所以呢 你们如果去追 可能会追得上 所以在故事中间就告诉我们 实际上他先前 已经让这两个人 在屋顶的麻痹中躲藏起来 那故事的进展 就是耶利哥王的手下 就被误引误导 跑去约旦河的渡口 去追赶这个探子 而他们一出去 城门就关了 在这个短短的叙事中间 我们发现说 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一个名叫拉河的妓女中间 而有许多的解经家们 试图说 哎呀 这个拉河在这里 欺骗了耶利哥城 耶利哥王 那拉河是不是 因为他是妓女 所以他很容易的 就会说谎话 而那个耶利哥王呢 就觉得他毕竟是 这个我们本族的 本城的 所以他一定为了我的好处 所以他讲的话 就很自然的相信 所以有许多的牧师跟学者 去研究说 拉河的这里讲 说谎是不是在谈到 有时候说谎是可以的 有时候说谎是不可以的 这里呢 如果是旧人就可以说谎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这里的故事的主要的目的 不是来解答说谎重不重要 我们现在讨论的 刚才这一段故事 实际上是介绍了 这个故事的前面发生的事情 目的是为了什么 目的是为了后面 中间的这一段 我们说的三明治中间的那块肉 所以我们不需要纠结于 这一块生菜 我们去回到 这个继续下去 把这块肉抓住 这才是这个故事的主题 这块肉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 我称它为 妓女拉河的信仰告白 The confession of rehab 好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 耶利哥王的人被误导了 然后故事继续发展 二人还没有躺卧 然后女人就上了房顶 到他们那里 对他们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是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 西红和鄂将他们进行毁灭 我们一听见这事 心就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 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 也要恩待我父家 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要救活我的父母 弟兄 姊妹 和一切属他们的 拯救我们性命不死 二人对他说 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 我们情愿替你死 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诚实代理 在这一段故事中间 拉荷的信仰告白 我们就看到说 也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多重的三明治 实际上开始的一节经文 二女人对探子说的话 跟后面最后这个女 两个探子回应拉荷的话 奇妙的对称 前面说 女人说 我知道耶和华把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而最后的这一段中间的 最后的时候 两个探子对他的回应是说 你若不泄露 我们就情愿替你死 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诚实代理 你注意到了吗 前面是谈到 拉荷说 我知道耶和华把地赐给你 然后呢 后面那个二人说 在这个耶和华将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以慈爱诚实代理 然后中间实际上也是一个奇妙的三明治的对应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中心的信仰告白本身这一段 也是一个三明治中间的三明治 你注意看这里有大概有四层的层层的剥开 第一层就是前后对应的拉荷告诉探子 然后呢 最后 这个下面的是探子应允拉荷 而中间这个绿叶的这个或者说绿菜呢 有两层是说 一个是拉荷讲述他所听到的 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 那他听到的是神在历史中间 在四十多年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而且呢带领以色列人击杀约旦河东的两个王 那那个绿叶的下面对应的是什么 既然神是这样伟大拯救人的神 所以他要求能够这样的神 也来拯救他们全家人 因为他相信神已经将耶利哥城全城 甚至迦南全地交给了以色列人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对应是 迦南人心里惧怕以色列人的神 就是拉荷告诉探子 迦南人的内心的惧怕 而他为了这个探 为了因为相信这个真实的 以色列的神的能力 他为他自己全家求神的恩典 而中间这一块肉 这块最主要的 有八成的三明治 到最后中间这一块肉 实际上就是拉荷的整个的信仰告白的核心 他的信仰告白的核心 不光是神的作为 而他谈到说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 所以当你去看到这一个的故事 为了衬托出拉荷的信仰告白 用了这样层层的三明治 实际上就再一次让我们看见 妓女拉荷 她对上帝的认识 是怎样的一个合乎神的心意的认识 她知道以色列的神的特质 是什么样的神 所以她才会去求神的怜悯 那在这段信仰告白之后 故事就继续发展 你如果你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整个的故事中间充满着对话 如果我们是拍这个动作片的话 这是一个冒险的动作片的话 一定会着重于这个中间的躲藏 中间的这个追捕 中间的打斗 可是呢 在旧恩历史中间 我们所读的这个约书亚记 他实际上在以色列人中间 不被称为历史书 以色列人中没有历史书 他们称什么 他们称约书亚记 为前先知书中间的第一卷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书 不是历史书 对以色列人来说 这是先知书 这是从历史来表明上帝的心意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就是故事后面后续的发生 当拉荷把他的与探子之间 找到了一个 表达了他们的 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的宣告之后 他就求神的怜悯 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 从窗户里坠下去 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 他也住在城墙上 他对他们说 你们前往山上去 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 要在那里隐藏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来 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二人对他说 你要这样行 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珠红的线绳 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并且要使你的父母 弟兄和你父的全家 都聚集在你家里 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 他的罪被毙归到自己的头上 与我们无干了 凡在你家里的 若有人下手害他 留他写的罪 就归到我们的头上 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 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女人说 照你的话行吧 于是打发他们去了 又把珠红线绳系在窗户上 在故事的后半段中间 我们看见 继续拉合用他的行动表明了 他相信耶和华的神 将要做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 他就相信 所以他选择的是保护 将这两个探子保护起来 而方式就是 让他们先去往山上去躲一下 那我们知道说 故事告诉我们 他之所以能够将这个二人 从窗户坠下去 乃是因为他的房子 是在城墙边上 这也方便 让他可以把探子 通过另外的方式 来放他们离开 然后呢 他充满智慧的 让他们先去躲三天 因为这个追赶的人 还在外头 所以他们如果直接回去的话 追赶的人来回就会碰到他们 所以他提醒探子们 先去躲三天 等风声过去 等追赶的人回来之后 然后呢 再回到以色列那里 而探子呢 也用慈爱跟诚实带他 探子没有说 你既然救了 我们就好了 就这样了 不是 而是说 他们被拉合 相信以色列的神 所要做的事情 感动 就说 好 你这样做 我们就给你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呢 就是诸宏献神 就是把一个诸宏的献神 放在他们坠下去 离开耶利哥城的窗户上 而且他指出来说 若要救你的全家 必须把你全家 包括你的父母 弟兄 还有其他的亲人 都聚集在你家中 出了你家门 往街上去的 他的罪 归在自己头上 以我们无干了 凡在你家的 若有人下手害他 留他写的罪 就归在我们头上 这里有两件事情 蛮重要的 第一个是 诸宏献神的记号 诸宏献神的记号 实际上就好像 他们有学者说 这个红献神 这个红色 让我们不禁想起了 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将羔羊的鲜血 涂在门楣上 神借着天使击杀 埃及全地的长子的时候 以色列人不是因为 他们做的比别人好 而是因为什么 因为羔羊的血 涂在门楣上 所以天使就越过去 不击杀他们的长子 所以这个诸宏的献神 实际上就好像 一个记号 让以色列人 让这个拉荷全家 可以去逃 逃过神的审判 实际上也有的学者说 这个本身并可能有关 但是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是什么 主要的是拉荷用行动 用诸宏献神 用保护探子的行动 表明了他相信 神的审判的严历 所以他也相信 他借着诸宏献神 可以逃脱 耶和华 击杀整个耶利哥城的人的审判 而这里探子们讲的话 我们也要仔细注意的 就是探子们指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凡是被杀的 当耶利哥城被攻占的时候 当迦南地的居民被杀的时候 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 而不是因为神不喜欢他们而已 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罪 归在他们头上 然后呢 他也为他们做了担保 这两个贪子说 若是在你家中有诸宏献神 被杀的话 罪就归在我们头上 这是一个以命换命的一个誓言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个记号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约 以后被这个约书亚承认 这些都表明一件事情 就表明拉合的信心和这两个探子 他们的生命捆绑在一起了 所以最后女人就说 照你们的话行吧 于是打发他们去了 也把朱宏的线绳系在窗户上 那故事的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 就说告诉我们 那两个人探子到了山上 住了三天 然后呢 等追赶的人回去了 这些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 找不着 那回去之后呢 两个人就下山来 过了河 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 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 然后他们的汇报是很重要的 他们的汇报总结是 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 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我不知道你读了这句话的时候 有什么感受 我读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意思 这两个人实际上 他们只跑到耶里克城 还没有去逛遍全城 就已经被人发现 然后就躲在拉河的家里 他们有没有去整个的迦南地 整个的耶里城大大小小去做一些访谈 然后说哎呀我们都知道了 不是的 他们的经历实际上很狭窄的 就接触到一些人 可能他们圣经没有提 可能他们接触到 但是没有机会接触太多 重要的是他们讲的这句话 为什么他们凭什么敢讲这句话 说耶和华将全地交给我们 那里一切的居民都惧怕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这两个探子的回复 跟那个40年前12个探子的回复 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已经在前面讲到 在40年前曾经有12个探子 10个探子爆的是噩耗 只有两个 约书亚跟迦勒 说神已经将他们交给我们 我们只要去就能得胜 而今天这两个探子 他们实际上我想最重要的是 他们因信心 因听到喇和的这个绝无仅有的 整个耶利哥城中间 最后只有他全家得救的那一位 妇女的信心的宣告 相信神已经借着喇和的话 来什么 来安慰指引他们 他们实际上 不需要再从别人那里 听到其他的传闻 或者是什么 他们只要相信 神已经应许将那块地交给他们 所以探子们是凭信心 回复约书亚的 他们不是光是凭着一些fact而已 而是经历了神的作为 就是借着喇和所表达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妓女拉和的故事的时候 我每一次读到拉和的故事 我就越发的认同拉和 因为拉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实际上不配领受救恩 因为拉和首先他是外邦人 圣经告诉我们 所有的这个旧约的时候 除了以色列之外 别无真神 而凡是不信以色列 以色列神 耶和华神的 都是外邦人 他们不认识神 拉和也是这样子的 也不顺从道 而更还有一个 就是拉和实际上是亚摩利的 大家知道吗 大家听到前面拉和的 这个对探子讲的话 他说我听说你们的神 救他的百姓 救你们离开埃及过红海 他说我又听到你们在约旦河中 击杀了那个亚摩利王西红 跟巴山王厄 这两个人西红跟厄 都是亚摩利人的王 也就是说拉和 从他的民族中间 那两个王的被击杀 他的生命 他的信心开始转向以色列的神 所以拉和从他的民族来说 他不配领受神的恩典 因为他是迦南七族中间 而亚摩利人的邪恶之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邪恶之处 就是他们将儿女献祭 经过火 为了跟神修复关系 将儿女献祭 那这是神所憎恶的 因为人的生命不可以 不是有人有神的形象 不可以随便将人的生命击杀 那第三个 纪女拉和又是纪女 我们知道 有解经家们曾经仔细研究 这个旧约的 这个约书雅纪女 这个希伯来文 那么他们就说 这个希伯来文的 可能是表达了 他不是因为有很多的 妓女的希伯来文的词 这个词呢 又表明他可能是妙纪 也就是他可能是信仰 某一个神明的一个中介 所以他不一定是妓女 可是实际上 在新约圣经中 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他的 有约圣经中 清楚地告诉我们 拉和的确是纪女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新约圣经中 提到拉和出现了三次 其中两次提到他是纪女 第一个是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在西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中间 我们看见作者列举了 一系列的旧约的信心的伟人 在十七节就谈到亚伯拉罕 因着信把以撒献上 而三十一节就听到了 纪女拉和 也就是说他没有遮遮掩掩的 就说女子拉和 而他说拉和在得救的时候 得救已先 她是纪女 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所以拉和他到底是 他的信是从哪里来 我们从他的信心的宣告中间 就知道他的信是听到神的作为而来的 他相信那个神是审判的神 神也是有怜悯拯救的神 而在西伯来书十一章中间 出现了大部分都是男子 只有两位妇女出现在 西伯来书中十一章 第一位妇女是旧约中间 唯一的一位他的死亡的 死亡的时候的岁数被记载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撒拉 而第二位妇女就是妓女拉和 为什么信心的伟人中间 两位妇女 一位是犹太人 一位是希伯来人 一位是外邦的妓女拉和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拉和的信是了不起的信 因为拉和的信 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句话 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拉和的信是拒绝 弃绝他邪恶的过去的信仰 所以拉和的信心 表现在他的行动 在雅各书中一样 也是谈到信心 雅各书中谈到的是信心 所带来的行动 所以雅各书中也谈到 亚伯拉罕信神 他信神表现在他的行动 而妓女拉和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所以拉和的接待使者 然后冒着生命危险 把他们放出去 实际上在这时 拉和信心的行动 表明他把生命交托给以色列人的神 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生命 跟探子的生命绑在一起 为什么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要做的 是他弃绝邪恶的耶利哥城 和他本族的亚摩利人 抵挡真神的历史 抵挡真神的信仰 而他认同的是什么 是犹太民族 因为这样的信心 所以新约的作者们 虽然没有掩盖的记载 他过去的职业 但是他能赞许他的信心的作为 他的信心 而新约圣经中 唯一一次出现拉和 没有提到他的曾经的职业的 是在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 《马太福音》第一章 在这个第一章的三刀六节中间 短短的四节经文出现了 弥赛亚耶稣加普的四位妇女中间的三位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犹大从他马市生法勒斯和希腊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哪和市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 短短的四节经文把犹大到大卫 中间出现的三位妇女都包含在其中 那我们我在曾经在七家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他马的故事 他马的故事 他马是从犹大生法勒斯 但是他马是犹大的儿媳妇 那唯一在这里出现的另外两个就是 哪和市跟路德市 那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哪和市的先生 他的名字是什么 在我亲戚是曾经跟家里的孩子们 跟他们分享说我要分享的 我要这个这个主日的信息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知道Rehab的先生叫什么名字吗 然后后来他们说原来跟我们最喜欢吃的生鱼片有关系 因为他的英文是salmon 那实际上中文翻译成沙门 那沙门到底是谁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说 实际上沙门是拿顺的儿子 那拿顺又是谁 在民述记第七章 第二章跟第七章记载在这样的事情 他说在以色列旷野的安营扎寨的时候 民述记第二章在东边向日出之地 第一个记载着向日出之地 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旗 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做犹大人的首领 所以拿顺在约书亚进入迦南之前 在旷野的时候围绕着以色列的 这个以色列神耶和华神的安营扎寨的 第一个就是犹大支派 他是犹大支派的首领 然后在民述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说 头一日献贡物的是犹大支派 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然后在这个历代至上 又给我们看见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 拿顺升撒门 撒门升伯阿斯 所以拿顺是什么 拿顺是犹大支派在旷野的 然后进入迦南的那一个领袖 是犹大支派的领袖 而犹大支派在所有十二个支派中间 先上去攻占应许之地的只能是犹大支派 所以撒门不是一般人 撒门是什么 叫将门胡子 他是整个犹大支派中间首领的儿子 而且当只有这样的人 约书亚才让他跟另外一个探子去探耶利哥城 就好像前面四十年前 当摩西让十二个支派的探子去探的时候 每一个支派的选出来的都是那个支派的首领 约书亚就是以法连支派的首领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攻占耶利哥城 撒门犹大支派的首领最后娶了喇和氏 犹太人中间有那么多的敬前的女子 为什么撒门这位犹大支派的首领的儿子 他是将来犹大支派的首领 他娶了喇和氏 生下波阿斯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 重要的是喇和氏进入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家部 而他们生的孩子波阿斯 虽然喇和氏是外邦的妇女 但是从路德纪中间我们发现说 波阿斯是深深的熟悉了解 并且活出来摩西的律法 他照顾孤儿寡妇的 所以以后大家有机会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天上问撒门 他看懂喇和氏的哪一个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所生的孩子波阿斯 是完全的成为遵守神律法的典范 好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呢 我就觉得我就用三个电影可能会比较好的来做一个总结 这个故事 一个电影是二战的很有名的片子 叫虎口脱险 是法国的一个动作喜剧片 实际上今天的故事中间你会发现 说起来我们今天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交谈 没有太多的动作 因为交谈中间对神的认知才是故事的目的 跟故事的主要的内涵 所以但是故事仍然是虎口脱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宜的一个analogy吧 比拟 然后今天的故事我们也谈到说 撒门最后取了这个探子最后取了 这个收藏他保护他的妓女拉合 所以呢我觉得也可以用另外一部电影叫Pretty Woman 就是所谓的风月翘家人 也有人翻译成叫麻雀变凤凰 好像就是一个应招女郎成为这个最后被 有一个爱情故事发生在中间 我想妓女拉合他本来也算是一个应招女郎了 他是这个是一个出败自己身体 但是呢他最后投靠以色列的神 他所带来的生养的后代 成为弥赛亚的家谱 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那最后呢我想说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天行者 崛起的故事 为什么因为妓女拉合 他就拒绝了那个黑暗的过去 就是那个亚摩利人这种邪恶的信仰 这种不认识宇宙间真神的背弃神 他拒绝了他的黑暗的过去 而什么他的真正的认同的是投向光明 是投向这个跟随以色列的神走天路 那你说这个三个故事都有 都可以今天的这个叙事都包含在中间 但是呢我想说这三个故事实际上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个 这个整个的拉合一家得救 拉合得救 拉合一家得救 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为什么 因为在约翰福音中间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当耶稣去 约翰福音第四章 当耶稣去离开犹太 往加利利去回去的时候 他本来可以绕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撒玛利亚那座城的井边 在井边就遇到了一对一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 也就是说这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必须不是因为路程的缘故 而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主耶稣必须要去拯救 那一个需要被拯救 而且是信靠神的 将会信靠神的撒玛利亚妇人 所以喇合这个故事就同样的 在这个圣战约书亚纪中间 这个插入不是偶然 这个插入就表明 神是那个在审判之前 仍然是有怜悯给人悔改 而且他也知道哪些是属他的人 所以喇合去救他 不是就是说喇合做了什么好事 配得神的拯救 不是的 乃是神定义要拯救他 接着他要向历世历代的你我 来宣告一件事情 这就是上帝的作为 上帝就是来救那些不配得救 但是上帝知道给他们信心 他会拯救他们到底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 为要他就成为罪人 瑞丽跟妓女的朋友 他也特别去拯救那些 投靠真神的撒玛利亚的妇人 跟寡妇 这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整个的 约书亚纪的第二章 关于基尼拉河的故事 我觉得是一个 耶稣拯救你我故事的 另外一个版本 因为像基尼拉河一样 我们都是外邦人 就像以弗所入中所说的 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然后神叫我们活过来 怎么叫我们活过来呢 拆派 拆派是他的使者 牧师传道人 基督徒 拆派教会传平安的福音给我 就像拉河 他听到了以色列神的作为 那就是教会 旧约的教会 被神拯救的好消息 所以他在这个 神拯救以色列的过程中 听到神的审判 也听到神的救赎 我们也是如此 那继续的 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福音 见证的是真实的救恩历史 是真理的启示 拉河也是的 他听到的是一个 真实发生的事情 不是所有听到 以色列 耶和华神拯救 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人都相信 但是 听到并相信的人 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之上 所以 同样我们领受的福音 也告诉我们 耶稣是救主 是让我们进入教会 进入以色列 新约的教会 就是神的国 所以拉河 他把他的生命 与以色列人 那两个探子 绑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投入 投身 进入教会 以教会为自己的国 自己的家 那我们信靠 这救人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投靠耶稣 投靠约书亚 为生命之主 耶稣亚就是什么 就希伯来文的耶稣 就是希伯来文中间的神拯救 耶稣呢 是希腊文的神拯救 当 而 当我们投靠耶稣 为生命之主的 后呢 我们也活出同样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主也拆派 信他的我们 将这个福音传扬 所以这 就是 今天 基尼拉河的故事 给我们 再一次带来的 就是我们所领受的 是怎样 奇异的恩典 我们也要将这样 奇异的恩典 去传扬开来 让更多的人 来信靠 荣耀 我们的救助 好 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一个宝贵的 救恩的写实 我们看到 救恩历史中 你的作为 是何等的奇妙 就求主 你也今天 也继续的 我们也思考 我们自己的 得救 也不是出于我们配得 乃是主 你定义要爱我们 所以你就让福音 临到我们 也让我们可以相信 主啊 我们领受这样的福音 就求主 你继续的 让我们也将 这样的福音 去火热的 去传扬 用各样的方式 引领人来归向你 用各样的方式 来建造 彼此劝勉 建造主你的家 在教会中间 来彼此活出 爱的见证 也让更多的人 来荣耀你 谢谢主 我们求主 你自己的恩典 继续的在这个 疫情的时间 来临到我们 让我们生命 更加的圣洁 更加的被你得着 我们有更好的预备 以至于当疫情 过去慢慢恢复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更多 传福音的火热 我们有更多 爱你的家 爱你的教会的见证 这样感恩祷告 不配 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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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